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今天早上前往新北市三峽愛物園 去祭拜黎哀病逝的王麒麟屬主 現場包含他太太曾馨盈 還有兒子郭守正以及蓮花電子榮譽副董事長薛明志 都一同獻身 還送來了外匯蛋糕等等一同團聚來享用 不過現場也被問到官員的轉新朱市長高鴻岸的相關爭議 郭台銘他必談不答 至於對於這鴻海集團出現中國紫光持股 郭台銘他只有簡短的表示他已經退休了 鴻海的事情他不再顧問 見到大批媒體守候在自家墓園門口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露出爽朗微笑 更一改近期的低調主動上前打招呼 因為又到了每年12月19號這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我太太72歲的名單 我們小孩子都來就不談這個問題 特地穿了永齡基金會的紅色背心 要來跟林淑儒報告 投身醫療生技產業的最新動向 包含兒子郭守正 太太曾馨穎也到場 叫來外匯大餐蛋糕 一大家子起聚 與郭董交好的蓮華電子榮譽副董事長 宣明志也一同在祭拜行列 不過問到兩人共同的愛徒高 鴻安近期的爭議卻馬上閃避 這幾天他有跟您聯絡嗎 有關心他現在的狀況嗎 謝謝 我們都是家祭還有好朋友 他每年都來 謝謝 一再強調今天是家祭 不過外界更關心郭董先前傳出 寫信給中國松綁防疫 難道背後有更深的用意 我現在都不管紅海的事情 黃先生你不要來問我 你看我什麼時候管紅海的事情 我退休了 年新年願望有包含 有情民調藍營最強人選 新聞社長侯友宜與郭台銘 更是眾望所歸 會不會抗嚇二零二十四這一局 郭董沒有拒絕也沒有明說 但每次一出面 不斷累積政治聲望 帶給外界無限想像 記者 林俊庭 盧玉鏡 採訪報導